嗨,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有讲到移动营销的三大平台 分别是应用商店、社交网络以及网络媒体 那本节课我们将来学习 社交网络的四大阵营以及网络媒体的四大阵营 都有哪些渠道 首先我们来看本节课的目标 便是了解社交网络下的移动营销都有哪些渠道 第二是了解网络媒体下的移动营销 分别有哪些渠道 首先是社交网络 我们可以看到社交网络的四大阵营 分别是微博粉丝通、腾讯的广点通、 微信朋友圈广告、默默FBS移动社交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从这四点入手 分别从什么是以及它的优势是什么 和最后的广告展现形式 这三个角度出发 分别分析社交网络的四大阵营 首先是微博粉丝通 微博粉丝通是基于新浪微博的海量用户 把推广信息广泛地传送给粉丝 以及潜在客户的营销产品 它会根据用户的属性以及社交关系 将信息精准地投放给目标人群 具有海量触达、有效曝光 精准投放多维度传播的特点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都知道使用微博的话 我们会经常去分享 那么自分享也会使得内容被多次转发传播 那么最终就会实现一个效果的最大化 那么微博粉丝通的产品优势是什么呢 总结有以下四点 第一点是口散传播 也是刚才讲到的 这样的话会吸引很多的活跃否刺 第二点是海量能用户 会增强品牌的曝光 第三点精准投放 提高产品的下载率 第四点会塑造一些品牌形象 提升企业的影响力 那么粉丝通的效果付费 是按照CPM 也就是千人曝光次数来收费 以及CPE有效互动来收付费 粉丝通的投放展现形式 第一种 博文推广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这两幅图 以博文的形式出现在移动端和PC端的信息流内 将精彩的创意推送给目标用户 可以通过文字或者链接配图 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创意搭配 实现APP下载活动推广 店铺引流品牌宣传的目的 那么这两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张图是使用了文字的形式 那么第二张图使用了链接以及视频的形式 来进行产品的推广 第二种 网应用推广 那么根据微博内容的进行匹配 会出现在微博证文的证文页下方 推广的形式更加精准 女人生点击下载按钮之后 便可以直接跳转到APP上进行下载安装 那么这样会使得产品获得更加精准的用户 第三种 招号推广 招号推广是通过讽刺社交关系 将招号推送给潜在的讽刺 配合讽刺服务平台 关注之后便可以推送一些自己设置的私信 那这样的话 也可以轻松打造社交的闭环 实现积累一些优质的讽刺 用家大card 新鲜流大card的形式展现更为醒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游戏 单独的流量展现的优先级 会高于其他粉丝通的产品 不仅可以一键下载获取到用户 同时还可以进行粉丝互动 增长粉丝多为多的进行传播 我们可以看到顶部的分享 评论云记忆点赞 九宫格 九宫格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推广形式 广告以一条微博的多图加标签的展现形式 融合在目标客户的信息流当中 点击图片中的标签便可以直接下载 这样会大幅度的提升广告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腾讯的广点通 广点通是依托于腾讯SNS平台资源的营销产品 开放每天有20亿以上的最优质的售卖浏览料 采用智能的广告竞价机制 通过实际带来的通广效果付费 高效会高效的提升广告的效益 那么他们的优势总结也有以下四点 第一还是海量的数据精准定向 锁定目标用户 第二点是大量的优质媒体资源 保证曝光的质量 第三点是多准的产品交互形态 提升广告的互动率 第四点超低稳的投入 快速或许大量用户 那么它的效果付费也是按照S CPM签丝曝光次数付费 以及CPC按照点击的次数来进行付费 广点通的投放形式 第一点 第一个是KQ的客户端 我们都可以看到平时在使用QQ的时候 在QQ的右边有两个很大的广告条 那么QQ客户端的月活 月用户数大约是8.3亿 最高同时在线 用户数是 用户数是 2.17亿 海量用户精准的触达 那么Q对话框的右侧的擎天柱 大度展现形式 也会更加的吸引引求 使得用户停留时间也非常的长 这样的话会提升曝光的转化 第二种空间信息流 空间信息流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平常在使用QQ空间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会看到 展示在QQ空间的好友动态信息流当中 提供给广告主更高效的用户出达方式 融入触发性的功能按钮 和社交关系列 展示效果与短话效果 双优的一种广告形式 第三个是手机的腾讯网 就是腾讯的移动端网站 网页APP 它覆盖了21个主流频道 前期的流量超过1亿 手机腾讯网是综合类的模糊网站 多频道全覆盖 人群属性偏重于男性 是蓝领学生朋友咨询的第一入口 用户年轻化 趋势明显 18至30岁人群占比比较大 三高用户人及精细化人群用盈 释放出一些新的商业价值 接下来我们看微信广告 微信广告是基于微信含量用户 将推广信息以类似朋友的原创内容形式 展现在朋友圈的效果广告 新种定向推送给目标用户 支持低域、性别、年龄、学力、兴趣等 多维度的组合定向 微信广告的优势 微信广告的优势在于 第一点覆盖近6亿的回忆用户 第二种刚才讲到的多重兴趣标签定向 第三点含量用户的资源深度挖掘 第四点原生广告 然后在提高用户体验的同时也会提升转化率 那么效果付费是按照CPM签似曝光次数付费 以及CBC点击次数付费 微信广告的投放转线形式 第一种是公众号广告 公众号广告是基于微信公众号平台 展现在公众号文章页底部 展现形式分别为公众号加关注 或者活动H5页面 另用下载模板 支持精准的定向 满足多种推广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中下面是公众号加关注 就是推广是差评这个公众号 第二种是朋友圈广告 展现在朋友圈的信息流当中 主要展现形式有图文广告和视频广告 可支持跳远的公众号加关注 公众号图文信息以及H5页面 另用下载的 那么 截图中我们看到它推广是 就是推广的广告 右上角也有推广的字样显示 然后推广的广告内容是中体实际精强 它是以图片的形式来进行展示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木木广告 木木广告信息流是 依托于木木优质的社交流量 将推广 信息以原生性新流的形式推送过目标用户 支持低于性别年龄操作系统等 多种定向维度 实现一个精准的营销 木木木广告的优势 本地一点面向含量的移动用户 第二点本地流量精准的定向 由于木木是基于LBS的一个社交类产品 第三形态多样差异需求 第四操作简单性价比比较高 那么效果付费是按照CPM以及CBC来进行 木木广告的投放哪些形式 本第一种信息流广告 以原生的形式出现在附近 动态信息流当中 基于木木海量的用户数据广告 引擎智能匹配目标又受众 精准的推送广告主信息 可以满足中小商家导量 大型品材传播 APP下载的多样需求 投放效果还是很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截图中 这个理财力的产品 就是使用了在动态当中的信息流广告 以图片的形式 第二种是当电通广告 也是之前所讲到的 LGLBS来进行的一种广告形式 一通木木海量的本地化优质用户资源 基于商家的地流位置 将商家的各类服务 产品精准的定向 推向给目标区域的异象用户 吸引关注商家账号 可向目标用户提供实施在线的客服咨询 提升到电消费的转化效果 讲完社交网络的四大阵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网络媒体的四大阵营 网络媒体四大阵营 也是分别以今日头条 缩户汇算 新浪服役 腾胸智慧推 这四个渠道为主 那么今日头条 是什么呢 它是一款基于数据挖减的智能 本推荐引擎产品 它为用户推荐有价值的个性化的信息 提供人机人员信息的一种新型服务 是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成长最快的产品服务之一 这种头条的广告优势 首先它还是拥有一个含量的用户 激活用户超过4亿 日后用户4000万家 第二是智能的定向 智能引擎分析用户的兴趣 实现金种的定向 第三 优质用户 回信用户具备一些成熟的消费能力 效果付费也是按照CPM以及CPC来进行 今日头条广告的投放展现形式 分为第一种开屏广告 也就是说在启动APP的时候 我们会可以看到的广告 每个人覆盖2000万活跃用户 那么开屏广告会在第一时间 占据用户的视线 品牌信息会得到一个重复的曝光 点击之后便可以跳软到APP导致上进行下载 第二种是信息流的原生广告 以寄出信息流的形式展现在新闻列表当中 原生展现配合标题文案 有好的精准传递品牌信息 支持S5页面跳转 以及一键下载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